大家好,2022年12月22号,20221222,一堆的二,六个二,够二的啊,够二的啊,六个二,六六大顺啊,六六大顺啊,然后这个二啊,是double,成双成对,好上加好,喜上加喜啊 挣双份的钱啊,好事啊,好事,这个日子非常好啊,非常的吉利,good luck,非常的happiness,是吧,快乐,幸福啊,happy 然后这个,还有九天,还有九天啊,135780了,31天准不差,还有九天,就那个过,过什么来着,过这个元旦了啊,就happy new year,就新年了,2023了啊,还有三天吧,啊,就圣诞节了啊, 就merry christmas,啊,happy christmas,这个如果是平安夜啊,圣诞节的前夜,平安夜还有两天了啊,还有两天了 所以啊,这一年啊,真是到,从年头到年尾啊,现在是年尾了啊,然后春节也没多长时间了 春节可能是1月21号,我要没记错,那么还有30天就春节了啊 这两天啊,这个中国的情况不乐观啊,你看北京啊,八宝山火葬场排大队 这个朝阳区平房乡,平房火葬场,也叫东郊殡仪馆排大队 十天八天,甚至一个月啊,家里死了人了,烧不了啊 这个,然后就去哪呢,你可以去通州啊,通州有个火葬场啊,在那个通州区啊,北京人叫通县 那个永顺镇,永顺镇,在通顺路,北马庄 好像是通顺路65号是多少号,那有一个高架桥啊 那应该是通州北关吧,北关环岛啊,还是北园啊,通州的北关和北园是不是一回事 我老闹不清啊,是吧,张家口人叫闹不机密,闹不机密啊 然后通州的南边那个黎园啊,那边我老去 张家湾啊,张家湾那林彪在那儿把一个平地挖土 挖堆了一座小山啊,这个根本也是不懂不懂,林彪也是没文化 你别认为林彪是战神啊,没有苏联给的大炮 是吧,坦克,关东军,是吧,苏联缴获的关东军的啊 另外苏联还单给一部分,那林彪打不了那么多胜仗啊 那都是战神,这都是吹出来的啊 哎,然后环湖小镇啊,就是挖了一个,把那平地挖完之后堆山啊 说是为了阻止啊,什么阻止苏联的空降兵,空降啊 好像在天津的阳村也堆山,也堆山 然后呢,堆起来的山,然后挖出来土呢 那不是平地就往下挖了吗,哎,就弄个湖,弄个湖啊 那有一个小区叫环湖小镇 然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现在那个湖边上都是铁丝网 现在还归这个总餐馆,还是军队的产业 然后听说那个小山底下又挖的地道 挖的所谓的国防工程,国防工事啊 那种工兵啊,什么什么这个工程兵又给他们挖的啊 环湖小镇啊,那有我们的1988年 我的老同事啊,有一个李大夫 李大夫是一老太太,是我们那个伊利纳贝斯克饼干厂啊 这个乐枝富丽饼干,然后这个这个奥利奥饼干的那个厂子的厂医啊 厂医务室的医生,他老公是门头沟矿物局的 好像叫叫河滩吧,还是叫城的矿物局啊,是那儿的 后来,然后自学,学点什么法律 后来到了检察院,那检察院退休的 他们家那会儿我去看他们,我们一帮老同事 那是零几年还是一几年,我都忘了啊 可能是14年15年左右 那会儿我住顺义,应该是14年以后 14年15年,我们还去看这李大夫 不知道李大夫还健在不健在了,这几年没去看他了 然后这个通州啊,就是到那儿去 让你去烧,通州那儿也排大队 或者你去顺义 顺义那个火葬场,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我知道有一个殡仪馆吧 殡仪馆就是火葬场 在通州那个朝白河大堤的那个东边那个堤 那叫左堤路吧 右边是不是叫右堤路啊 西边叫右堤路吧 左边,东边的左堤路 朝白河以东啊 顺义就分这个河东河西 算是河东刚过河 那儿反正有一个塔 说是这个塔里边一个阁一个阁的 都是骨灰河啊 然后还有密云 现在给很多城里人 有一哥们叫李建华 我昨天聊了他的事 怀念李建华同志 那儿有那么一篇文章 是那个人的三叔死了 死了之后没地儿搁 失手没地儿搁 后来说这个广安门医院可以临时存放 要三万八找那种殡葬一条龙 平常三四千块钱吧 甚至都花不了 要三万八坐地起价二十倍啊 然后广安门医院 广安门医院在北县阁啊 那个叫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广安门医院 北县阁也叫西边门内大街啊 那个广安门中医医院啊 是我的客户 北边的那个兵器部第五研究院 兵器部五院兵器部勘察研究院 然后什么长城长城光学仪器厂三一八厂三一八厂是给那个给那个坦克和潜水艇造潜望境的啊 他们都在那个北县阁西边门那大街 然后有一个车间三一八厂有一个车间在前门啊 那有一个工人他儿子去厂子里边偷铜 就在前门那边 后来还被发现了啊 被他爸给打的 差点给打死啊 后来那孙子还当兵 当兵也惹了好多事啊 后来过了些年在社会上混啊 成为一个诈骗犯 骗了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啊 有美国绿卡或者是加拿大枫叶卡的有北美身份的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啊 在美国读过MBA的啊 在那个华东啊 经济最繁荣的那个省啊 后来坑了人家三万块钱 是吧 反正这些事啊 然后这个呃 现在啊就跑到密云去了啊 要三万八态度还不好 还得排大队 哎呦这叫一个黑 密云说一天就放四十个号啊 就是城里去的吧 只能烧四十个人啊 说我们密云本区的都快烧不过来了 说要不然你们去怀来吧 怀来比密云可远多了 密云他还算北京的 北京的正北偏东一点 密云水库啊 什么河南寨啊 什么西田个庄啊 什么西翁庄啊 什么冯家狱啊 什么牧家狱啊 什么新农村啊 啊什么密云水库大坝呀 密云水库大坝呢 原来有那个北京机床研究所啊 后来这个怕苏联人打过来搬到密云去了啊 原来是在雍和宫 在城贤街啊 这个机床 中国机床总公司 中国机床总公司是在那个哪 是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啊 我们街坊有在那上班了 方家胡同小学 校长是胡杰青 老舍的媳妇啊 老舍的夫人啊 然后哎 这个密云那儿 前些年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啊 有一个亲属 生病 还到密云那儿有一个大夫 密云中医医院 有一个支大夫啊 支持的支 支撑的支 一个老太太 他原来是东志门 中国中医研究院 东志门 附属医院的是那儿的大夫 啊 你腰疼 给你用小针刀 给你做一小手术 还真管用 最起码好几年管用啊 然后 那密云也排大队 这尸首都拉不上 哎 烧不了 然后 他让你去怀来 密云往西 是怀柔 怀柔是南北辖长 啊 南北辖长啊 南北辖长这么一个地儿啊 这个人家说呀 说这个喝了怀柔的水 鸡巴不离嘴 大家听明白了吗 喝了 喝了怀柔的水 鸡巴不离嘴 怀柔人据说啊 说话比较脏啊 1994年 我在商业部 国家商业部 有一个副部级的中商集团 下属公司 我是那儿的贸易二部的副经理 贸易一部的经理 副经理 两个人 就是两个怀柔人 一个姓杨的 一个姓长的啊 那个姓杨的 后来还欠了我一笔钱 借了我一笔钱 不想还了 后来那姓长的啊 跟我说啊 说那个这孙子坏的呢 还欠我钱也不还 我都不好意思的 我们是老乡啊 怀柔县城有一个 有一条路叫青春路吧 哎 后来到那儿啊 那个他告诉我一个 他老婆 说他老婆的电话 他老婆是税务局的 税务局的啊 然后那个说 你给他老婆打电话 他老婆因为有单位 他不好意思的 或者害怕你去折腾闹 他会给你钱的 后来我给他媳妇打一电话 我说你爱人欠了我钱不还 那会儿骗我 说他妈的 说他姨 说他亲姨得癌症了 其实我大体上也知道 他说的可能是瞎话 是吧 我说同事你借我点钱 借吧 有多少钱了 几千吧 那是九几年就给他了 后来我说你爱人 借了我钱不还呀 现在都不接电话了 后来他说 那个我回家问问他吧 如果有这回事 我给你 我给你 后来第二天再打 说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 说你来吧 后来我坐长途车 从东至门外 东至门外 不是有一个长途车站吗 你像北京那个 德胜门外 马店 东至门外 像那个赵公口 像那个利泽桥 像六里桥 这不是好多长途车站吗 去了 把钱给我了 是吧 怀柔水库 是吧 我也去那玩过 红罗寺 燕西湖 什么喇嘛沟门 汤河口 长绍营 杨宋 飞腾影视基地 是吧 我还往那个飞腾影视基地 开着那个130卡车 送过一卡车的卫生纸 哈哈 九几年啊 对 然后西边 怀柔是南北辖长 南北辖长 东西窄 南北长 东西窄 这么一个形状 就是两条沟 就是两条河流 冲出来的 那个山沟 山谷 叫玉 左边一个山 右边一个谷 两条玉啊 两条大沟 或者叫两个盆地 那就是怀柔啊 再往西是延庆 是吧 延庆就是张家口口音 啊 跟张家口啊 大同啊 宣化呀 康宝啊 张北呀 怀来呀 宇县呀 怀安呀 啊 是吧 这啊 赤城 这都口音差不多 过去这叫查哈尔方言 啊 这个延庆属于查哈尔省的最南边 叫查南地区 1949以后啊 给分割了 查北归内蒙了 就是那个 我想想是乌兰查部吧 大概是乌兰查部啊 什么查哈尔左翼 查哈尔右翼 什么湘黄旗 什么正湘白旗 正蓝旗 多伦 商都 就那边啊 多伦是蒙古语 多达 新疆 新疆那个刀狼人 实际上是蒙古人 啊 查哈台汉国 查哈台汉国的蒙古兵 取了当地的 这个 今天叫维吾尔 当年没有这名字 就是那些 讲突厥语 或者讲塔吉克语的 绿洲居民 绿洲居民啊 绿洲叫波斯坦 啊 然后这个查哈台的 查台 是那儿的当兵的 后来混合的啊 像这个麦盖提 县 县应该叫拿叶 啊 政府叫阿弗丹 啊 这个麦盖提 阿瓦提 巴楚 这三个县啊 巴楚县 好像又有一个 有一个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又搞了一个 小城市 好像叫图木舒克 啊 旁边还有阿拉尔市 啊 阿拉尔的那个副市长啊 就是副政委 副书记 是一个维吾尔人 叫阿政委啊 阿政委 他儿子叫阿布杜 瑞赫曼 埃斯卡尔啊 我认识他儿子啊 请我吃过饭 还给我安排的宾馆啊 那是2007年 我去新疆的时候了啊 哎 然后 这个给你弄到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闫庆啊 闫庆 有一个永宁 永宁那儿有一个古城 还有一个城楼啊 旁边有景庄镇 水景的景 村庄的庄 景庄镇的豆腐宴啊 这个居庸关八达岭 过来就是闫庆 康庄 是吧 康熙草原 哎 然后那个 永宁那儿有一个 永宁那儿有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飞机场 空军的 空军的飞机场 据说林彪 起飞之后 从永宁机场 起飞了两架战斗机 据说把林彪给击落了啊 应该不太可能 起飞了有可能 击落了可能不可能啊 是吧 然后 哎 这个 豆腐宴 那边还有一个镇 叫什么镇 就是延庆的东边 挨着怀柔这边 北边应该是赤城 那个镇的名字 我忘了 叫什么庄 什么仨字 那儿有一个什么 龟化石 龟化石的什么 国家地址公园 什么百里画廊 百里画廊 啊 那会儿我住回龙冠 应该是2012到2014的时候 啊 那个回龙冠 然后 沿着巴达岭高速 然后奔那儿啊 百里画廊 特别漂亮啊 就是都是那种 藤螺呀 那种红的绿的啊 黄的各种的植物 在那山上啊 在那儿还住了一宿 在农村那个农家乐 给我们冻的 那被子也不干净了 反正吃的东西 凑合吃吧 是吧 哎 然后延庆 这个 延庆 我有一个表舅啊 我妈那边的姓杨 老杨家的表舅 在延庆还开了一个酱油厂 生产酱油醋的 他原来是酿造六厂的啊 酿造六厂在这个地安门东大街 就是那个谁 那个宽尖的西边啊 就是南罗谷巷那边 酿造六厂啊 那儿然后那个宽尖 那个路口的西边 罗瑞卿他们家就住在那儿啊 后来被毛泽东差点给整死啊 跳楼还没死了 罗瑞卿他们家就住那儿 他死后 他老婆叫好志平 一个河北人啊 罗瑞卿是四川人 好志平还享受正兵团待遇 大兵团啊 一个兵团管三个军啊 那老太太死活不搬家 那会儿那个平安大街要拓宽啊 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都搬走了 嘿 他不走 他牛逼 是吧 特权吗 等级制社会吗 就是有各种的不公平 各种的违背法律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他怎么都行 你怎么都不行啊 然后这个延庆那个张山营 有个治安检查站啊 那会儿说这个煤 拉煤的车超载 就跟那叫治超 治理超载的治安检查站 让你卸了 哎 这当地的帮痞子们流氓们 哎 跟警察勾着 哎 你给我多少多少钱 我带你绕啊 从那村里边绕 后来村里边老农民 不让这些大货车拉煤的过 然后就把那个道都给他们的挖大坑 挖大沟 哎 你从我这过 得给我钱 要不然不让你走 啊 我那会儿在那个 延庆张山营的那个 前黑龙庙村 前后俩村啊 原来他们在官厅水库里 后来水库呢 一放水一烟 给他们搬家了 就分成俩村 我在那村里边住过 住过大概半个月左右 在那收那个葡萄 叫红地球的葡萄 在那收 然后他们的 这个 给我饿的 哎呦 那个在老农民家 给我吃的那饭 给我饿的 后来我走了 两三公里 走到大道上 就那国道上 都是拉煤车嘛 到那饭馆吃一顿 但是那饭馆 坐的太刺了 那是2002年饭馆 然后那个 吃的太油腻了 反正是坐的真刺啊 住了半个月 然后那个 我住在那个村长 他亲哥哥家 是姓张 是姓什么呀 村长他 或者姓王啊 村长他亲哥哥家 他亲哥哥娶的媳妇 是他们村里 另外一个人的媳妇 原来俩人搞破鞋 后来被人发现了 俩人分别离婚 在一块组织的家庭啊 然后那会儿 我收葡萄嘛 然后村里有个鱼塘 然后还养鱼啊 那个 那个村长 哎 带着我还去钓鱼 说是钓鱼 是捞鱼啊 给我钓两条鱼 然后炖一锅 那个红烧鱼啊 有鱼汤 啊 我是他们的客户嘛 2002年的9月份 十一之前 啊 是给哪准备的货呢 给那个 呃 北京市天然气公司 啊 北京市天然气公司 后来把北京市的那个煤气公司 还有一个什么公司了 叶华气公司吧 反正三家合并了 还包括 呃 还包括那个 东郊 东四环外 朝阳区 伐头 那个交化厂都合并了啊 那个 北京市天然气公司 在安定门外 地兴居 啊 那是我的客户 两千多人 还有那个 东三环 那个京广中心 京广中心啊 郑玉彤 香港大老板投资的 呃 那个 马路东 呼加楼 北里 哎 这个这个煤气公司啊 还有什么天 还有什么 呃 燃气的叫什么 北焦灌瓶厂 那个 那会儿那个 老百姓家里边都是那个 一贯一贯的煤气灌 哎 煤气公司的北焦灌瓶厂 在安定门外 那个叫什么 北源 或者立水桥啊 就在那个地方啊 原来都曾经是我的客户 那个燃气公司啊 天然气公司 两千多人 我记得是好像一箱苹果 一箱库尔勒的香梨 一箱牛奶 还有一桶油吧 还有什么苹果 每个人啊 五样货 两千多人 一万多箱货 好家伙 啊 那个2002年9月份啊 20年前的9月份 十一之前啊 我的生意是赶上十一啊 五一春节元旦春节生意最好 其次是十一啊 国庆节啊 还有军队的八一节 还有这个呃 大专院校啊 包括中小学的这个 包括幼儿园的这个 9月10号的教师节 这是我的生意最好的时候啊 然后哎 那一个月我就挣了人民币 挣了十八万呀 好家伙 那会的十八万 二十年前的十八万啊 大概七年左右 人民币啊 根据购买力 根据购买力 就翻一倍啊 就通货膨胀就一倍 翻一翻 所以差不多翻了三翻 十八万 翻一翻三十六万 翻两翻七十二万 翻三翻 一百四十四万 是吧 哎 躲开躲开 来了别的狗了 别理人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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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人斗啊 人家两只大狗 吃吃吃 no 别跟人斗 是吧 然后那个 张山营的那个治安检查站 往西就是怀来 怀来是四虎子 四虎子 那个老演员叫张良演的四虎子 董存瑞的家乡 有个乡叫存瑞乡啊 当然啊 或者什么 他的老战友什么志顺义 是吧 也有人说他实际上没有什么的这个举起那个什么炸药包 什么炸碉堡 说那是假的 后来有一个人说完这个事儿好像就是一个电影导演 好像跟董存瑞还有关系一个老导演 后来说家属 还有什么援助的作者把人家告了啊 这种都是政治性的判决 对吧 最后说说人家败诉 让人家赔礼道歉 还要赔钱 那还是二十年前左右 如果要搁现在 是吧 就不是赔钱了 有什么英烈保护法 是吧 英烈啊 这些人 是吧 包括什么 申纪兰 包括什么 什么什么中南山 是吧 啊 什么李润武 是吧 孔樊森 雷锋 欧阳海 王杰 什么杨根斯 邱绍云 是吧 这个这个黄继光 狼牙山武壮士 刘胡兰 啊 什么赖宁 是吧 这些人 是吧 这都你说他们不好 你否定 或者是质疑 对吧 你像那个什么 蜡笔小新 不叫蜡笔小什么 叫蜡笔小什么来着 南京的 是吧 质疑了这个中印边界 中方死亡人数 还有那什么冰鸟连 说了一个傻屌冰鸟连 那个傻屌冰鸟连 就是那个什么 叫什么来着 九兵团 司令 宋十轮指挥的 是吧 在抗美援朝 那个长津湖战役 结果就抓起来了 是吧 哎 这都是铁打的啊 这都是不可质疑的 不能质疑的啊 我党 我党啊 一贯是 是什么来着 伟光正 伟大光荣正确 是吧 你质疑这些英烈 你就是对党的感情的 是吧 不真挚啊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是吧 说这话的李鸿忠 李大人 是吧 天津的李大人 好像也进政治局了 是不是 哎 现在啊 让北京人到怀来去烧 或者烧武清 武清 天津的武清区 啊 武清区 武清区呢 武清我去过 那有一个村的小韩村 大小的小 韩信 是吧 韩富举的韩 是吧 姓韩 小韩村 那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天主教的教堂 然后是捐款了一千多万修建的 那个教堂有一个老神父 老神父 他天主教一辈子不结婚 哎 老神父的亲妹妹 是北京市税务系统 一个管食堂的大哥 是我的老客户 赵国买卖十多年的大哥的 这个老岳母啊 老丈母娘 哎 那会我开着我的切诺基的吉普 这应该是2009年之前的事了 因为09年的5月20几号 我的切诺基就让人偷了啊 09年之前的事 去小韩村啊 得有一百多米高的大教堂 教堂里边有那个壁画 有那浮雕 圣经故事 还有当地的那个农民 啊 小韩村 百分之九十七 是天主教的 天主教的信徒啊 然后 我到那村里边跟他们去过好几回 去把他老岳母接回来 老岳母那会儿都有九十来岁了吧 八十多 然后他那哥哥已经瘫痪了 那个老神父 姓张是姓什么 我现在忘了 然后那个啊 就是已经瘫了 后来老神父去世了 我当时拍了好多照片 啊 老神父 然后还有那村里边啊 在那村里边还有赶集 卖菜的 还有什么卖火上的 卖豆腐脑的啊 卖各种小吃的 我都拍了照片了 可惜我的新浪博客呀 因为我说了五个字 把我彻底给封了 2008年的4月5号清明节到2016年的年底 大概八年半 八年零八个月 我的新浪微博也好几百万次点击呀 是吧 当然了 我还是新浪乐居房地产板块的一万多人的版主 后来也给我撤除这权限了 也不让我当了 还有我的微博 我的新浪微博也都没了 嗯 小宝贝 我跟这又嘚逼嘚啊 嘚逼嘚了27分多钟了啊 然后 怀来啊 让你去怀来烧啊 或者去天津武清 在这个 如果你坐那个京津 北京到天津的城际高铁 然后你到武清的时候 你你往那个左侧 往左侧就是北侧 往左侧看 那个教堂看得特别清楚 高耸入云啊 那个老教堂 那个老神父 他的师父是谁呢 一个比利时人 比利时的来传天主教的老神父 呃 那个人到中国非常早 是民国时期还是清末就来了 好像还入了中国国籍 然后穿中国的衣服 穿中国的那个大罐 长袍 带那个瓜皮帽 然后跟中国人在一块 有的时候去传教 走在这个荒郊野岭 走在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就住在破庙里边 那个人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 叫雷明远啊 就是雷锋 还有那个什么雷十二秒 是雷九秒 那个雷正赋 重庆那个贪官 跟跟那个赵洪霞吧 睡觉啊 然后被人家勒索啊 然后那个被迫给人钱 后来又涉及那个什么 中国维权网叫什么网 那哥们叫什么名字来了 叫李什么 后来重庆的警察到北京 到德省门外 还要把人家抓走 后来好多律师声援 哎 就那个雷正赋 那个雷明啊 就电闪雷明的明 远远近的远 雷明远 那是他的师父 雷明远死后 蒋介石 蒋委员长 蒋主席 蒋中正啊 给他还送了一个婉章啊 有婉联 有婉师 有婉章 送了一副婉章啊 雷明远啊 后来这个日本人打来之后 跟着国军撤退 蒋介石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 特批吧 授予中将军衔 后来在河南南部 大概是信阳一带 八路军 哎 八路 哎 你跟蒋委员长 对吧 做 哎 蒋委员长喜欢你 哎 我们就抓你 把雷明远抓起来了 打 后来打伤了 后来蒋委员长 跟他们香港话 叫蒋树 谈条件 给放了 放回了没多久 就死了 在重庆 举行了隆重的攻击仪式 是吧 然后给 好像身后 好像死后 给了一个中将军衔 还有咱们说的 我昨天给大家发的那视频 一个不到一米五的 一米四几的英国的修女 把一百多个中国孩子 是吧 从山西的阳城 阳城啊 那出了好多宰相 山西东南部 上党郡 今天的长治 阳城 给带到了陕西的西安 带到了大后方 还有那个新西兰人 后来跟共产党走得近的 叫什么路易爱黎 是吧 也带了上千个孩子 给带到了甘肃 甘肃的麒莲山 和山丹县 后来叫山丹军马场 山丹军马场 原来给国军 就是搞这个 这个饲养马匹战马 后来是给这个共军 给解放军啊 解放军的有一个厂长 姓朱 姓朱 上海人 他爸爸就是国军的少将 是军医少将 是兽医少将 1949以后 这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是动物研究所还是畜牧研究所的一个教授吧 叫研究员 相当于教授 哎 他的儿子 山丹军马场的厂长 哎 这个 他儿子的妹夫啊 妹夫是个回民 回民啊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副主席的儿子啊 也是我的忘年教啊 哎呀 扯了三十多分钟 东拉西扯 然后哎 这个最近武汉也死了好多人 武汉啊 武汉 我老旧在湖北的实验室 1971年就去了 啊 跟这个二气啊 跟这个什么三线啊 谁让你毛泽东惹人家苏联了 你又惹不起 然后就逃跑 把这工厂都搬到山沟里啊 竟是他们瞎折腾了 瞎胡搞 是吧 这些人啊 就是他们胡搞 没文化 文盲 臭流氓 哎 然后 这个湖北的武汉 我去过 时间很短啊 我去过宜昌 啊 实验啊 还去过湘返 还去过武当山 武汉也死了很多人啊 这都有视频 还有辽宁的沈阳 黑龙江的哈尔滨啊 广州等等各地都死了好多人 对 还有河北的承德啊 我说的都不是胡说八道 过去有句话叫有图有真相 现在叫有视频有真相啊 这都有视频为证啊 为视频为证 是吧 咱们啊 既不夸大 也不缩小 哎 咱们一点都不是编造 也没有任何的杜撰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对不对 哎 咱也不差钱 对不对 咱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咱也不忽悠 就是说两句真心话 对不对 小乌米 爸爸说的对不对 来人了 哎 来了好几个人 拜拜 拜拜 景丹 怪兽 好几个人